经过两个月后 香香慢慢放下心房 她终于拍口讲话了 而且她会叫我妈妈 香香刚出生时 就被遗弃在一间寺庙门口 受安置到寄养家庭 两岁时因原本家庭要搬到南部 换到另一个寄养家庭 属性妈妈家生活 属性妈妈说 自己原本就有三个女儿 香香就像第四个女儿一样 得到全家人关爱 因此在四年后 香香要出养到美国时 家人都很不舍 现在十年过去 最近家福中心 事先请香香录影 讲出要对属性妈妈说的话 并在寄养家庭招募记者会中播放 这个惊喜让属性妈妈 当场感动掉泪 你好 我想对我的妈妈说声 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有你们 最为我的家人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家庭 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要照顾这些 可能有身心方面的疾病 有早期疗愈的等等这些多重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心力 我们县政府对于安置备用 我们有高于中央所定的一个规定 能够让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 在支出方面能够获得一些益助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长林志忠表示 针对寄养家庭 县府在经费上会帮忙 邀请有爱心有能力的家庭加入行列 南投家福中心主任李亚廷指出 家福会提供寄养家庭在教养护理等方面辅导 请有医院加入的家庭放心 每一天有将近四个孩子遭受通报 甚至需要进入到安置的体系 但是我们寄养家庭增加的速度 是来不及接触这些受伤的孩子 有能力的寄养爸妈妈妈 可以一起来投入加入我们寄养家庭行列 通常我们会透过 比较符合您可以照顾的孩子 先来了解来进行照顾的状况 那在服务的期间 我们会提供寄养爸妈 非常非常多的后援跟资源 包含每一年都有开办在职的训练 我们也会带进行爸妈妈 去办理一些抒压的课程 政府的力量有限 尽管第一线社工努力访查 保护孩子 但在孩子需安置时 却常面临苦无安置处所的窘境 甚至有社工必须陪孩子 在办公室过夜 宪福与家福 呼吁民众投入寄养家庭行列 借雄西闹县采访报道